凌晨三点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叫的代驾到了 这通电话 一下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了起来 紧紧盯着黑漆漆的房门 没人敲门 但电话另头又传来了声音 你的代驾到了 麻烦出来一下将车钥匙给我 我迅速地将电话挂断了 脑海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代驾的事情 可昨天晚上只是在外面和朋友喝了些酒 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感叹自己有车子 但是喝了酒开不了的痛苦 之后便自己走了回来 再然后便记不清了 只感觉脑袋晕沉沉的 我断着赶紧悄悄地走到了门前 透过猫眼往外看去 果然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黑色高领便衣 头戴压舌帽嘴上戴着口罩的男人 看着正出神 门口那男人突然地靠近猫眼 你应该就在门口吧 赶紧出来吧 我吓得一击灵 手上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 在宁静的夜晚中显得格外的刺耳 没有办法我只好回应道 你走吧 我现在不需要了 有病 男人骂道 过了片刻 在猫眼中便看不到那男人的身影了 我回到了床上 心中还是一阵心计 到底是谁帮我点的代价呢 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 在自我猜忌中 我睡了过去 第二天 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 可确实一无所获 我愈发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 索性便打算去朋友家住 也是因为凌晨发生的事情 让我产生了不安 小丽来了 我快速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 小丽看着我收拾的这么快 随口说道 收拾的这么快 田一你该不会是和你新交的男朋友吵架了吧 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 我下意识地回答道 就是昨天你喝醉酒把你送回去的那个男的 还别说长得倒是蛮好看 田一你真有眼光 小丽还没有说完 我就已经愣在原地了 男朋友 昨天把我送回家的 我昨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吗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 昨天居然有个陌生的男人送我回家 那他会不会趁我意识模糊的时候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小丽看着我有着惊恐的表情 也多多少少意识到了 田一 田一 小丽叫我唤醒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我没有正面地回答她 只是愈发地焦急 甚至有一丝眼泪在打滚 小丽 你别问了好不好 我们现在快点去你家里好吗 小丽看着我焦急的样子也没有多说 便和我一起来到了地下室中的停车场里 小丽开车带着我来到了收费口 看了我一眼 可我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忘记在家中的鞋架上了 我慌了 这代表着我要重新回到那个家中拿手机 我有些惊恐地看了看小丽 我手机忘记拿了 钱都在那个上面 那你去拿呀 愣着干啥 小丽似乎看出来我的犹豫 便说道 要是你能开车的话 我就帮你去拿 毕竟我们已经排队 马上要过停车场出口了 后面还有车子 想到这里我也没有再多说 只身一人就回到了家的楼下 我在心中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是开门拿手机 然后就离开 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 家在12楼 我点开马上关闭的电梯 音声打开 里面还有着一个长相秀气的男人 不过我现在并没有心情去欣赏 只是按下了12层的按钮 而那个男人按下的是13层的按钮 正在我心中疑惑什么时候13楼还有这样一个帅哥时 电梯依然来到了12层 我忐忑地来到了门口 并反复在心中消除自己的恐惧 打开门 由于现在是晚上 屋内七黑黑的 朝着四周看了看 并没有什么异样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正想顺手抄起鞋架上的手机时 突然 我感觉到脖梗有一阵火辣的疼痛感 紧接着就是强烈的窒息感传遍全身 血涌上脑 我惊慌地想要挣扎大喊 可是嘴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我身体一软 意识陷入了黑暗 再次醒来后 身体的疼痛感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 我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这是在我的家中 我被紧紧地绑了起来 身体动不了了 你终于醒了 黑暗中突然出现的身影 让我的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身穿高领黑色便衣 鸭舌帽加口罩 是那个代价 看清后 我的瞳孔也不由一阵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 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罪的 我恼怒地说道 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 那黑衣男没有正面回答我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现在你的命在我的手上 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身体一僵 我本是打算先拖住他 等到小丽发现事情不对劲时 一定会回来的 我故作镇定 你打算干什么 黑衣男冷冷地笑出声来 随后双手抱着头 开始失声大笑起来 整个人疯疯癫癫的 我的脸色也愈发地难看了起来 我不怕被绑架 但我怕绑架我的人是个疯子 在我惊恐时 黑衣男说了一句 令我琢磨不透的话 只有杀你们 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近乎疯狂的语气 他朝着我走来了 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菜刀 在我的惊呼中 朝我砍了下来 和想象的不同 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 只是感觉身体异常的疲惫 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你的代价到了 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地惊醒 我睁大了眼睛 惊恐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发现那黑衣男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而我此时却回到了床上 你的代价到了 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地惊醒 我睁大了眼睛 惊恐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发现之前杀了我的黑衣男不见了 而我此时已经回到了床上 我没死 就在我还沉浸在节后余生的喜悦时 电话那头又重复了一遍 你的代价到了 麻烦出来一下把车钥匙给我 那熟悉的声音 让我打了一个机灵 我看向手机 上面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却被标注为代价 这熟悉的一幕让我感到疑惑 我站起身走到了漆黑的门口 透过猫眼 我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还是那个身穿高领黑色便衣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我又回到了凌晨三点 我抱着疑问拿起了手机 果然上面显示着凌晨三点 我只感觉一阵恍惚 你应该就在门口吧 赶紧出来吧 我的心跳骤然提升 你走吧 我没有交代价 有病 男人骂道 我开始意识到 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那个时间点上 在惊恐之余 我想到了之前小丽对我说的话 这个男人进过我的家 我立马紧锁房门 坐在床上惊恐地等待着天亮 第二天 我便联系了开锁公司 将我的门锁换了一个 并且提前就收拾好了我的行李 在没有提前说的情况下 我一个人打车来到了小丽家 敲门之后 小丽便很快就开门了 只是看到了我有些惊讶 很快到了夜晚 我迷迷糊糊之中 好像听见了小丽下床的动静 没有多想 我再次沉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周围飘来一阵阵浓雾把我枪洗 映入眼前的便是一片火海 我发现小丽并不在这里 火势迅速蔓延 可见度急剧地下降 我想逃离这里 可所有的去路都被封锁了起来 我瞬间慌张地蹲在了地上 很快我清晰地感受到 来自每一寸肌肤的撕裂感 随即陷入了黑暗 再次醒了之后 我又回到了那天凌晨 你的代价到了 无尽的轮回让我崩溃了 心里焦脆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 鬼使神拆的我拿上了厨房的菜刀 打开了门 门外那黑衣男见到我明显愣了一下 显得很意外 我眼神空洞地看着黑衣男 心中的恐惧也削减了不少 没有犹豫 我抬起拿刀的手重重地砍了下去 在黑衣男的一声尖叫中 他死死地倒在了地上 看着倒在地上没有动静的黑衣男 我一直悬挂的心终于舒缓了几分 这一晚 我睡得很香 但还没有迎来白昼的黎明 便感到眼前有着一阵火光 我嘶吼地大叫着 愿有火势蔓延至全身 仿佛感受不到痛觉一般 我带着焦黑的皮肤跑到了电梯口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小丽 他正拿着一罐红色的油桶朝着安全出口走去 像是感受到了我的注视 他回过头来与我对视 原先冷漠的神情变得惊恐 也不顾手上的油桶转身就跑 他想杀了我 我脑海里的小人不断地疏说着 我只感觉脑袋要炸了一样 够了 我怒吼出声 眼中也彻底地红了起来 拿上了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菜刀 我大步地朝着小丽的方向走去 一刀落下 我看着他定格在那刹白脸上恐惧的表情 我放声大笑 随即眼前一黑 身体软倒在地 我再一次陷入黑暗 而这次 时间变得格外地漫长 当意识逐渐被唤醒时 我只看见了一个人影站在我的面前 是一个身穿白色大褂的女生 大褂紧紧地将全身包裹 好像只有头是裸露出来的 而他此时正在看着我 你终于醒了 黑衣 我刚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很快我便愣在了原地 黑衣 黑衣是谁 是那个代价吗 他为什么会叫那个代价的名字 我的大脑要炸了 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 突然 我猛掐住他的喉咙 眼神中只有无尽的决然 他像是没有想到我会这样 就连反应的时间也没有 他痛苦地哽咽着什么 像是在说什么话 但我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为什么要叫我黑衣的名字 为什么要叫我一个杀人凶手的名字 我狂躁地大喊道 但这几声似乎引动了什么 在我面前的大门突然打开 从外面走进了一个长相偏老的老者 同样是紧紧穿着白色大褂 他看着我 田姨 你不要激动 他并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先把他给放下来 我就告诉你在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老者沉声道 我思考了片刻还是将他放了下来 不是因为我心软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即将掐死他的瞬间 我似乎也看到了死亡 而那种感觉随着我将他放开 正在衰减 你人费了好半天才缓不起来 老者将他带到自己的身后 转向我说道 田姨 你其实是我们医院的病人 而你患有的是多重人格症和被害妄想症 你身上有着数名人格 相信你在刚刚治疗的过程中也发现了 这种症状往往会在你的身上不定期的转换人格 也许现在你是田姨 但下一刻你也有可能是黑衣 现在你的情况药物根本不能改善 所以为了保护你和其他人的安全 迫不得已只能将你关在这里接受治疗 那老者看着我 说话像是带着魔力斑 我看着他有些失神了 似乎在我的心里对这个老者就有着莫名的尊敬 我平静地点了点头 老者见我不再狂躁 并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白色药物 这个是帮助你治疗的药物 你将它吃了就好 说完 老者将药物对到了我的手上 我犹豫一会儿 还是将那颗药物吞了下去 很快 我就感觉到眼皮传来的重量 全身都使不上力气 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眼前的两人 视线首先从我的身上的白蓝相间的病腐划过 再到了那老者和女人拖鞋处 紧接着是白色大褂下的一丝蓝色的条纹 最后 视线移到了两人充满笑容的脸上 吃吃 脑中一阵电流声穿过 我陷入了昏迷 不知过了多久 一时在黑暗中被一阵细小的声音吸引 随着距离的家境而变响 终于我听清了 你的代价到了 邻居养了后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客送 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发到公寓群里 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 当晚 他们儿子死了 邻居要让我偿命 小蕾助手提醒您 门外有人停留 我拿起手机 调出门上的监控视频 隔壁的女人立在我家门前 她见左右五人 扯开口罩 对着我的门把手咳嗽了好几下 然后新满一组的离开了 我头发都要立起来了 立刻把这段视频转发到公寓群 Sav祝贺 我记得你养了有三天了吧 你干的是人是吗 你知道恶意传播传染病是犯法的吗 微信名为李梅红的账号 发了一长串语言 声音尖锐 用词粗俗不堪 你他妈的凭什么拍我 你他妈侵犯我肖像全了知道吗 助我对门的邻居说话了 Sav 你这种行为影响的是 整个四楼人的身体健康 李梅红的丈夫刘涛跳了出来 你们咳嗽能忍住啊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也没人咳嗽的妖怪 大号感冒而已 看你们那怕得死呀 厉害就搬出去住 搬到高级小区住 他还细皮笑脸的说 早样早好啊 我们这是在帮你们 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善差 他们还有个小孩 白天在家里打篮球 往墙上钉钉子 先也动不动就尖叫 还会用竹竿 挑女邻居挂在阳台上的贴身衣 每次上面提醒 李梅红和刘涛都是同一副嘴脸 小孩子贴心好动不是很正常吗 闲场 闲场住高档小区去啊 那里隔音好 哦忘了你没钱 没钱你可以去卖呀 我们也报过警 但在警察面前 他们就会装出一副老实样 警察一送 他们就远行毕路 不仅变本家里的制造造力 还让他们小孩 往周围人门口撒尿拉屎 平日里周围邻居 都已经受尽他们的折磨 这次的事件 完全点燃了他们的怒火 我对门414的重点男人 我看你们一家 才应该滚出去 325 毒溜 一架子都恶心到极点了 刘涛怒不可 老子明天就挨家挨户吐台去 我们家羊了 你们也都别想好过 随着而来的 是隔壁小孩尖利的叫声 他一边叫一边拍篮球 好似恶魔 我正带着耳塞睡觉 听到了隔壁又传来 小孩尖利的哭声 然后是 男人 和小孩的鼻子 很吵闹 有一瞬间 我恨不得拿把刀 把他们一家都杀了 我的耳塞质量很好 消遣了大部分噪音 能让我勉强睡觉 他们夫妻俩也并不和谐 刘涛没什么本事 还很爱在外面沾花热草 听说还穿了病给李美红 他们俩晚上吵架打架也是尝试 第二天凌晨 我是被破门的巨大响声惊心 一看手机 才凌晨4点 隔壁又在搞什么鬼 我烦躁的翻了个身 继续睡觉了 等我睡醒 发现李美红一家 在社区群里发了许多条消息 013点 刘涛 妈的 是谁把我家门堵住了 李景红 424的 是不是你 快把门开开 我儿子一直在进卵 医院救护车来不了 我们得赶紧去医院 刘涛 424你再不开门 我他妈杀了你 他们延面不觉地辱骂着我 发泄着情绪 全然忘记冷静下来 想想别的开门的办法 来帮帮我们 我孩子要不行了 有一个没有备住房间号的人 冷冷地说 你们家明前有病毒 我们不敢去 325 打119万 两个傻逼 李不涛 424 别他妈撞睡了 李美红 快开门啊 11915分之后才能到 我儿子要不行了 消防队来了 破满成功 带着小孩去医院 刘涛在群里挨着我 424你这个贱人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让你偿命 现在已经7点45分 我一脸梦 关我什么事啊 我恢复到 我没锁你家的门 我总按一时在睡觉 就没出过门 门外很安静 但我不敢开门 一是怕病毒 二是不知道隔壁回来门 怕他们两口子发疯伤害我 我点开门口电子屏幕 发现摄像头不知道怎么了 什么也看不到 我透过猫眼往外看 刘涛突然出现在我门口 面目正宁 犹如厉鬼 424 我儿子死了 他手里 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我试图解释 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但我的确没有堵你家的门 刘涛堵住猫眼 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 你先把门开开 我不开 我将防盗链挂好 我没有堵你家门 你应该报警 让警察来调查这件事 把门开开 刘涛队者们全拿脚弯 贱人 你现在把门开开 我给你一个痛快 不然 我非给你拉个一千刀 再给你撩口气 送你去喂狗 我听得浑声发动 拿出手机拨打了110 老舅的门摇摇欲转 早知道我当时就应该摇摇牙 连门带锁全部都坏了 萨萨 我是警察 请开门 救星来了 我赶紧戴上口罩 冲到门口 手已经挨到门把手了 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看看猫眼 猫眼突然被刀刺传 要不是我反应快退开了 剑刀会直接刺爆我的眼球 戳进脑子里 冷汗已经轻视了我的后背 就在我好怕之时 另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传了 您干什么 他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您可以开门了 一门警察正从门底塞了进来 男警官名叫杨子清 二十五岁 很是这引起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看到门外两个戴着口罩和面罩的金 差点扣出来 警察同志 他要杀了我 刘涛被另一个警官双手剪按在地上 文言奋力挣扎 警察 是他先害死了我儿子 我们俩气嘴巴舌 杨警官试图控制住局 你们俩一个一个说 王女士 你先说 我把手机拿了出来 一边给杨警官看聊天机 一边跟他讲事情的来龙去门 我昨晚一直在睡觉 直到早上我才看到群消息 但我真的没有堵他家的门 刘涛耿着脖子好 你放屁 你就是因为我老婆冲着你家门咳嗽 记恨我们 所以才半夜反锁了我家的门 杨警官带着一次性手大的手 滑动我的手机屏幕 对左外楼里的分着游了大概的了解 待刘涛说完 他蹲下身看了看425的门 门确实被反锁了 听刘涛说 钥匙都打不开 是消防员把门撞开了 杨警官看到了我的电子门锁 你的门锁有摄像头吗 有 但它好像坏了 我善善地收回了手 走廊里的监控 也早就坏了 刘涛又开始挣扎了 目自欲裂 恨不得跳起来把我撕了 警察 这张子肯定就是他贴的 他就是杀人凶手 杨警官皱眉 把他靠上 刘涛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不公正 他才是杀人凶手 你们应该靠他啊 放开我 我知道了 你们看他是一伙的 你们两个都被他收买了 杨警官无视刘涛的发电 一阵言辞 你们两个都给我回警局 刘涛被靠在副驾驶座位上 我和杨警官坐在后座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士组社区群里有人发消息了 杨警官到 打开 所以 425 你们孩子怎么样了 思一思回答道 似乎是 没了 早上警察都来了 把425那个男的 和424都带走 有三个人发了震惊的表情报 我昨晚睡得太死了 什么也没听到 哎呀 节哀顺便吧 零红声音起立 你们都是害死我爱的凶手 你们昨晚待会有一个人的帮帮我们 我孩子都不会死 你们都是杀人凶手 死一死 你男人打你和你儿子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每次都在群里喊救命 最开始我们去帮你了 你第二天怎么说的 是我们多管闲事 这谁还敢帮你 李梅华还在控诉 凶手 反正你们都是凶手 没有人反驳 也没有人在表达同情了 这一家子人都不可理喻 警局里 警察盘问了我一上午 到现场搜查的警官 也没找到我的可疑之处 杨警官嘱咐我不得离开本时候 就让我回去了 刘涛因为拿刀威胁我 侮辱警察 被惯了起来 幸好 不然我都不敢回出租屋了 当我也得趁刘涛出来之前 赶紧搬走 我躲着李梅华 回到了出租屋 正吃这午饭呢 群里又吵了起来 摇摇摇摇 大家都不要开门 四二五那女的 正在挨家后透口水 啊 有病吧 这么有素质 四二五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昨晚没人帮你家了吗 你再这样做 我们就报警了 李梅华 你们都是凶手 还是那个没有备主的人 呵呵 你男人不是说 只是大号感冒吗 真是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 不觉得疼 谁都不是凶手 你们儿子 就是被你们害死的 这人还配了一个 无嘴笑的表情 李梅华在群里破口大骂 其他人也看不下去了 兄弟 你这话就有点过了 要尊重死者 哼 一群圣 进去都要改备主的 你为什么不改 那人该村里落地改了个备主 挖溜的你父亲 这个人 有点可疑 杨机关没收了刘涛的手机 应该也能看见群消息 李梅华 526 我今晚就让你去陪我儿子 526 我可不下地狱 我皱皱眉 这人嘴也太毒了吧 第二天 公益群又炸了 有人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 526的房门大开 男人倒在血泊之中 已经死去多时 邻居养了后 故意对着我家门把手咳嗽 我把他的所作所为 发到公益群里 大家都在骂他们一家 当晚 他们儿子死了 邻居要让我们整栋楼偿命 第二天 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血淋淋的照片 526的房门大开 男人倒在血泊之中 已经死去多时 我手速很快 将图片保存了下来 下一秒 图片便被群管理员撤回了 邻发了 小心群被封了 暴敌怎么回事啊 我记得513是个女生 她情绪已经崩溃了 我早上上班 一打开门就看到她死了 我该怎么办啊 我不会被当成杀人凶手吧 先报警 五五五已经报过了 她家没锁门吗 门大开着 不会 真的是425的人干的吧 这种事情 没有人敢忘下结论 见没人回复 205默默把消息撤回了 刘涛还在警局里 难道是里面红干的 我的侦探魂熊熊燃烧 真想冲上去看看 可我怕病毒 有人敢叹道 唉 这楼里越来越不太平了 我已经想搬走了 我心到 俺已经刷了一晚上 租房软件了 警察来了 我观察着现场照片 照片是目击者 从自己房间门口拍的 死者面朝房间内侧 面部朝下 应该是被人从背后偷袭 图片有点模糊 看不清伤口到底在哪 肯定不在背上 难道是 脖子 我脑子里浮现两个词 熟人作案 一击毙命 所以 凶手应该不是李梅红 两个人跟仇人一样 526的男的 不会和和气气的请他进屋 更不会把后背交给他 没过多久 听到有人敲门 王女士 我是杨子新 估计是来问我话的 他们站在门外 我们可以进去 问你几个问题吗 在争取他们同意后 我给他们消毒 并让他们进来 杨警官打开了黑色皮的笔记本 开始询问我 你认识住在526的人吗 只在楼梯间打过照面 但是他刚搬来的时候 因为噪音问题 跟425一家 发生过很多次冲突 好几次差点跟刘涛打起来 有报警吗 他没有 但我偷偷报过 都没能有效解决 昨晚 你有看到 或者听到什么反常的动静吗 其实 昨天晚上 526的人来找过我 杨警官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变得犀利了一些 详细说说 大概是8点多 我正在工作 听到有人敲门 我看监控 他现在是一个男的 他说他住526 让我打开门 想跟我说点事 我一个女生 哪敢给他开门啊 他还没戴口罩 太不自觉了 我就让他在门外说 他非要进来 我就不搭理他了 他见我不理他了 骂了我两句 去敲我对面的门了 但我对门那时 好像还没回来 杨警官在本子上写了一会儿 问我 可以看看你的监控吗 我忙不迭点头 可以可以 监控画面和我说的大差不差 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看着杨警官眉头紧皱 猜到这案子很棘手了 杨警官告别之后 去问下一家了 我收拾收拾就出门去找房子 回来的时候 杨警官已经问到309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309开门 住在里面的也是个年轻人 对杨警官的问话很适配合 杨警官回头看我 吓了一跳 天爷 你口罩上都是血 啊 我这才注意到 自己流鼻血了 你怎么了 309转头进屋 给我拿了一包手帕纸和新的口罩 可能是天气太干了 我接过纸和口罩 谢谢你 这个309 人还挺好的吗 我找了几天的房子 不可思议的是 不管是哪里 一大半住户都痒了 但我一定要做好防护 坚决不痒 回家的路上 一个男的迎面走来 他不仅没戴口罩 还一边走 一边自以为潇洒地抽着烟 我刻意躲着他 贴着墙跟走 不知何时 男人竟然走到我身边 朝我吐了一口烟气 他看着我 冲我得意地笑着 嗯 95都绑不住他胖臭的口气 我真想给他一耳光 但想想我那马感粗细的胳膊 只敢瞪他一眼 然后撒腿跑了 我隐约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 上楼梯的时候头越来越沉 我不会 发烧了吧 是下午那个男人 天哪 我严防死守这么多天 就因为那个男人 功亏一篑了 畜生啊 我昏昏沉沉回到出租屋 正在开门 发现我门锁上的摄像头被砸碎了 我打开手机 想在群里质问是谁砸我的摄像头 看到四五个杨警官的未接电话 群里还有个视频 刘涛先是踹了好几下午的门 然后拿锤子砸我的摄像头 让你装这个 你不装这个 就不会出这么多事 都是因为你 杨警官从楼梯口过来了 你怎么不接电话 头太疼了 没注意 杨警官 你别靠近我了 我好像发烧了 你没碰上刘涛吧 他下午放出来了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 杨警官还是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面罩下的双眉紧皱 有血腥味 很浓重的血腥味 让他隔着口罩和面罩都闻到了 四二五的门被撞坏之后 一直没有修理 杨警官打开血眼的门 血腥味扑面而来 屋子里很黑暗 只能借着对面楼宇透进来的光 看清墙边的床上躺着一个人 杨警官打开灯 刘涛仰面躺在床上 血液喷射了一大片墙壁 我捂着嘴问 杨警官 致命伤是颈部大动脉对不对 和杀526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那人如同幽灵 悄无声息地来 收割完生命后 悄无声息地离开 我脚底声喊 他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杀人 我看着杨警官给警局打电话的时候 拼着地上的酒瓶碎片若有所思 文言瞥我一眼 又瞎打听 你回你房间去 我别别嘴 听话的回去了 警察连夜调查 门外面一直有说话声 但我不仅不觉得嘈杂 还觉得无比安心 直接睡着了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外面已经安静了 我烧得更厉害了 凉了凉体温 38.5摄氏度 我再一次在心里诅咒那个恶心的男人 水壶里却只有凉水 我连烧热水的力气都没有 算了 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发烧的第三天晚上 李梅鸿回来了 他站在我门口 一会儿边打门边 一会儿又淘淘大夫 用头撞门 这家人作恶独端 但如今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也实在令人唏嘘 可是 既不是我锁了他家的门 也不是我让他们在那个夜晚变得孤立无援 更不是我杀了刘涛 他不过是满腔的怨恨和愤怒无处发泄 又觉得我好欺负罢了 我打了110 李梅鸿喜提派出所一夜游 次日 我来姨妈了 杨家痛惊 我难受得想死的心都有 我拖着快要散架的身体下楼 走到一楼平台那里时 遇到了李梅鸿 李梅鸿看到我 原本空洞无神的眼睛迸射出仇恨的光 还从胳膊上跨的布兜里掏出把水果刀 贱人 终于让我带到你了 我要让你给我儿子男人偿命 我转身往楼上跑 也就跑了十几个台阶 我就不行了 喉咙和肺像破风箱 呼啦啦的响 紧挨着楼梯的309打开了门 我来不及思考 冲了进去 关上房门 李梅鸿在外面砸门 309正要出门 看到我闯进来 有些惊讶 我背靠着门 不停咳嗽 他后退几步 警惕的看着我 你扬了 我终于缓过来了 搜在角落 我是424的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 有人追杀我 我跑不动了 还进到你房间的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消毒水 喷洒了一圈 真的对不起 309看我的眼神 突然无比阴冷 让我觉得他比屋外的 李梅鸿还要威胁 他的一只手背到了身后 你扬了 为什么还进别人家 你是要把病毒传染给我吗 门外传来救星的声音 李梅鸿 你在干什么 你在警局闹完 回来还闹 你是真想被关个十天半月 让你儿子丈夫后事 都没人料理吗 杨警官敲敲门 里面得开门 我打开门 顺便把被我摸过的门 把手消了消毒 李梅鸿 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等我把你抓进警局吗 李梅鸿不甘心的瞪了我一眼 灰溜溜的走了 309看到杨警官 脸色好看了些 是杨警官啊 他的手从背后拿了出来 什么也没拿 杨警官与他寒暄几句 带着我走了 我与杨警官上楼 309关上房门 微微别扭的走下了楼 我瞧着有些奇怪 想回头再确认一下 被杨警官制止了 他压低了声音提醒我 别回头 上到四楼 杨警官对讲吉祥了 杨哥 目标已到楼下 大田跟上通知技术组 快点过来 我震惊的睁大双眼 我看了杨警官的背影 突然热血澎湃了起来 真相似乎浮出水面了 不要你不要过来 每当我看清那女鬼的脸 是于小神后 都会在这一刻惊喜 那真实的感觉 仿佛那个躲在床底下的女孩就是我 三年以来 总是重复的这个诡异的梦魇 简直折磨的我不行 于小神其实并不叫这个名字 他本名叫做于小青 只不过他平时神神叨叨的 宿舍的人就都叫他于小神这个魂名罢了 他除了喜欢喂养一只青涩的小蛇作为宠物外 最诡异的是他还偶尔在半夜突然坐起来 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原先我只以为这是他有梦游的毛病而已 直到有一次 我夜里团在被窝里拿着手机看麻吉先生的视频 很晚都没睡 突然见他坐起来 好像在跟人对话 你问我什么 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反正你也就这几天了 毕竟五楼也不低了 这一次我很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对话 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直到三天后的凌晨两点 我们学校突然出了大事 住在我们这一栋五楼的一个女生 半夜从楼上一跃而下 当场身亡 这个女生跳楼的时候 很诡异 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叫声 这几天整个宿舍楼的同学都很害怕 直到我一个同乡 住在跳楼的那个女生隔壁 她无意间跟我说 那个女生跳楼前的几个晚上 经常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上 看着楼下一动不动 有人问她怎么了 她总是用一副平静无比的语气问别人 你说从五楼跳下去之后会怎么样 对话的人有没有回答她 她都会自言自语的说一句 有人跟我说了 她让我试一试 据说她走出宿舍跳楼之前 被同宿舍的一个女孩看到了 还问她 这么晚了 你出去干嘛 这个女生回头笑了笑 没什么 我出去跟一个朋友聊聊天 听到这句话 我顿时感觉被挤一阵发凉 头皮好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 因为这让我想到了 于小神那天晚上的梦话 难道 是她在跟这个跳楼的女生在对话 从此之后 我就有些害怕于小神了 哪怕宿舍里其他同学 都因为于小神的神神叨叨 或多或少的都在排挤她 我一直都对她客客气气的 从来不敢得罪她 那个跳楼的女同学 穿的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最后学校和官方的调查结果是 那个女同学因为跟男朋友谈恋爱 她家里人极力反对 还非要她回去和别人结婚 并且因为这个矛盾 家里人也不供应她读书了 她也要求跟那个男朋友私奔 可是她男朋友拒绝了她 还因为受不了家庭的压力 又想到自己想托付终身的人 也不支持她 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 我没有见过那个女生的死状 可是我总是不自觉地想 她就是出现在我梦里面的 那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鬼 至于于小神 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出现在 我的生活轨迹当中 当然我们同宿舍的其他几个人 也在这三年中陆陆续续地出世 他们的结局都不怎么好 我只是不断地做着这个恐怖的梦 结局或许已经算是不错了 只不过这个梦的结尾一直在改变 要知道 这个梦一开始的时候 视频里面的她 或者说是我 是没有被这个女鬼找到的 一次次的都结束在 女鬼的消失在走廊的恐怖走路上 我会被一股莫名的窒息感憋醒 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个梦眼为什么会一直缠绕着我 那现在梦里的我被找到了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半夜 一个男人在洗手盆前 不停地刷着衣服上的领口 一块血色的污渍 任凭他怎么洗刷都洗不干净 他的眼泪不要前世地从眼角飙出 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 为什么 为什么洗不干净 马上他就要来了 声音因为害怕 就像从喉咙间挤出来一样 扭曲而嘶哑 支呀 繁琐着的房门在这一刻悄悄地打开了 一张苍白而清朽的脸从门后闪现一下 嘴巴夸张地笑着 好像遇见了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一样 房间里响起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片刻之后 不 一声惨叫从这个男人的房间响起 房间的灯在他发出惨叫声后突然关闭 哼 众物落地的声音 突如其来的恐怖声响 吓醒了很多正在深睡的人 时间回到三天前的凌晨 男人正从地下车库停好车 带着一脸满足的笑意 就像偷到鱼的猫一样 显然 昨天晚上他得到了什么满足 嘿 晚上那个妞真有滋味 想不到还是我大学同届的同学 凌晨的地下车库很是昏暗 只有几盏幽暗的灯光远远的亮着 整个环境拥有几分阴森的味道 男人显然早已习惯了这个时候出现在地下车库 因此他根本毫不在意 而是低着头哼着小曲 一步一步向电梯口走去 突然间 他背后响起了一阵女生的笑声 男人脸上的神色猛然一惊 马上回头看向身后 什么都没有 男人脸上的笑意没有了 他很清楚 自己根本没有听错 他将藏在脖子灵口里面的观音像掏了出来 嘴里不停地念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边快步向电梯间走去 显然他的运气不错 电梯这时候正好停在一楼 叮 电梯门开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 所以电梯里面自然没有人 男人立刻走进电梯 不停地按着关门键 正当电梯门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缝隙时 一个如同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一样 充满着灵异的笑声猛然响起 原本满是金句之色低着头的男人 猛然间抬头 顿时吓得他一个猎切 差点瘫坐在电梯里面 只见即将关闭的电梯门的缝隙里面出现了一个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电梯里面的他 是他 男人脸上的汗一下冒了出来 不停地按着关门键 电梯门好在没有打开 开始向上运行 一个怪异而恐怖的声音在电梯外面响起 好像有人在用指甲在光滑的电梯门上用力地滑动一样 电梯很快到了一楼 男人就逃命似的从电梯里面冲了出来 哎哟 他不小心跟一个女人撞得满怀 女人的双手因为惊吓直接抓住男人的领口 把他也拉倒在地 这个时候可不是享受厌服的时候 他忙不迭说着对不起 很快就站了起来 被他撞倒的女人没说什么 只是低着头 向另外一扇向下的电梯门走去 男人有些呆呆地看着这个什么话也不说的女人 直到电梯关门前 这个女人突然抬头 露出一副长期睡眠不足 一脸憔悴的脸笑着说 三天内你能洗干净你的衣服 他就不会再来找你 男人这才发现 他穿的衬衣领口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满了血迹 最要命的是 他带了三年多的余观音也不见了 他正要走向女人坐的电梯追进去 下一秒他立刻张住了 这个女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高跟鞋 长得一脸清秀的女生 正对着他笑 已经快咽气的男人躺在地上 眼中满是不甘于恐惧 背后的鲜血如同他影子一样冒出 他的一只脚 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折断着 而我则站在这栋楼的一楼门前 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笑了笑 转身向小区外面走去 现在我已经知道 余小神和这个女生为什么缠着我了 而我也突然之间认出了这个男人是谁 他就是三年前那个跳楼女生的男朋友 我慢慢地走在偏僻的道路上 手上扯着吊坠绳子的一端 正摇晃着的预观音 路灯的光晕照在我身上 荡漾出我身后的三个影子 我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满头大汗 眼中全是惊恐的神色 你到底要缠我到什么时候 我有些崩溃的自言自语 此刻的我脸色苍白 长期的睡眠不好 黑眼圈更是严重 随后我有些颤抖地站起来 一步一步地向浴室走去 我决定先洗一个早清醒一下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知道自己短时间是没法再睡得早了 三年了 整整毕业三年了 我还是时不时重复地 做这样一个恐怖的梦 在梦中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着电脑 突然之间 同宿舍的余小神 突然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并留言道 看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跟你有缘 我的手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一样 虽然我不想打开 这个莫名其妙的链接 可是手指却不受控制地点开了它 随即 链接里的视频内容 展现在我的眼前 视频里也是一个人在宿舍里 只不过他是在做复习 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在他写满一页纸 翻来下一页的时候 突然 整个人僵住了 眼中露出了几分惊恐的神色 只见这一页原本空白的纸上面 突然出现了一行字 他来了 他呼吸骤然急促起来 有些慌乱地回头 四处打亮这宿舍里的一切 走到宿舍门前 打开门 宿舍的走廊里空无一人 走廊的两端因为没有灯 就如两个空洞的黑洞 里面好像随时会走出什么恐怖的东西 他连忙关上门 反锁上 他又走回自己的座位 刚坐下 他瞳孔一缩 就好像见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样 整个人腾一下站了起来 只见那叶纸上 又多了一行字 听说 鬼不会弯腰 千万别让他找到你 他瞬间慌了 额头上的冷汗如水一般涌出 正在他六神无主之下 宿舍的门突然之间被敲响了 咚咚咚 他如同一只木鸡一般 僵直地站着 根本不敢去开门 并且自言自语 不可能 宿舍里的人都回去了 就我一个人在 不可能是我认识的人 估计是没见宿舍里面有人回应 可是灯还是开着的 敲门声越来越大 到最后变成了猛烈的拍门声 砰 砰 声音越来越大 宿舍的门窗都被震动起来 好像下一个 这扇门就会被暴力打开一样 他更加慌乱了 在宿舍的四周不断地打量着 好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被窝 柜子里 洗手间 一个个角落都被他一一否定 拍门声戛然而止 停顿了几秒钟 哗 一声巨响 门被一股距离破开 宿舍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 响起了脚步声 但是这个声音很诡异 只有一只脚很用力地踩在地上 另外一只脚在拖行一样 随后宿舍里响起了 被嘴被翻动的声音 柜门被打开的声音 一张床位一张床落地搜索过去 躲在床底下的他 看到了一只穿着高跟鞋的脚 从床头的位置冒了出来 而后又是一只满是鲜血的脚 在后面拖行着 后面那只脚脖子 一个诡异的底度 折断在地上拖行 床底下的他被吓得一击铃 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眼睛里的眼泪如徒步一样横流 随后就是自己的床位上 被子被翻开的声音 柜门被打开的声音 他眼前的脚步又一步一步 向宿舍后面的洗手间走去 嗯 洗手间的门背一下打开 然后宿舍进入了寂静当中 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脏不停跳动 那个脚步开始转身 一步一步向宿舍门外走去 咚咚咚 随着诡异的脚步声慢慢走远 声音从宿舍慢慢到了门口 停顿了一会儿 再慢慢走远 消失在走廊里 他才常常地舒了一口气 并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和眼泪 呼 嘿嘿嘿 一个诡异笑声突然在他耳边响起 床底下的床单被一下掀起 一张诡异的脸猛跑出现在他眼前 一声惨叫在宿舍里面响起 宿舍里的灯也在同时熄灭 视频里面出现一个字幕 鬼不会弯腰 但是鬼会倒立 这个梦眼一直在我的梦境里面重复 而那张鬼脸正是发给我视频链接的 于小神 不要你不要过来 每当我看清那女鬼的脸是于小神后 都会在这一刻惊喜 那真实的感觉仿佛那个躲在床底下的女孩就是我 三年以来 总是重复的这个诡异的梦眼 简直折磨得我不行 于小神其实并不叫这个名字 他本名叫做于小青 只不过他平时神神叨叨的 宿舍的人就都叫他于小神这个魂名罢了 他除了喜欢喂养一只青色的小蛇作为宠物外 最诡异的是他还偶尔在半夜突然坐起来 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原先我只以为这是他有梦游的毛病而已 直到有一次 我夜里团在被窝里拿着手机看麻吉先生的视频 很晚都没睡 突然见他坐起来 好像在跟人对话 你问我什么 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反正你也就这几天了 毕竟五楼也不低了 这一次我很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对话 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直到三天后的凌晨两点 我们学校突然出了大事 住在我们这一栋五楼的一个女生 半夜从楼上一跃而下 当场身亡 这个女生跳楼的时候 很诡异 全程没有发出一点叫声 这几天整个宿舍楼的同学都很害怕 直到我一个同乡 住在跳楼的那个女生隔壁 他无意间跟我说 那个女生跳楼前的几个晚上 经常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上 看着楼下一动不动 有人问他怎么了 他总是用一副平静无比的语气问别人 你说从五楼跳下去之后会怎么样 这语气中还带着一点点好奇 让听到这句话的人毛骨悚然 不管听到这句话的人有没有回答他 他都会自言自语的说一句 有人跟我说了 他让我试一试 据说他走出宿舍跳楼之前 被同宿舍的一个女孩看到了 还问他 这么晚了 你出去干嘛 这个女生回头笑了笑 没什么 我出去跟一个朋友聊聊天 听到这句话 我顿时感觉被挤一阵发凉 头皮好像有无数只虫子在爬 因为这让我想到了 余小神那天晚上的梦话 难道 是他在跟这个跳楼的女生在对话 从此之后 我就有些害怕余小神了 哪怕宿舍里其他同学 都因为余小神的神神叨叨 或多或少的都在排挤他 我一直都对他磕磕气气的 从来不敢得罪他 那个跳楼的女同学 穿的是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最后学校和官方的调查结果是 那个女同学因为跟男朋友谈恋爱 他家里人极力反对 还非要他回去和别人结婚 并且因为这个矛盾 家里人也不供应他读书了 他也要求跟那个男朋友私奔 可是他男朋友拒绝了他 他因为受不了家庭的压力 又想到自己想托付终身的人 也不支持他 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 我没有见过那个女生的死状 可是我总是不自觉的想 他就是出现在我梦里面的 那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鬼 至于余小神 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出现在 我的生活轨迹当中 当然我们同宿舍的其他几个人 也在这三年中陆陆续续的出事 他们的结局都不怎么好 我只是不断的做着这个恐怖的梦 结局或许已经算是不错了 只不过这个梦的结尾一直在改变 要知道这个梦一开始的时候 视频里面的他 或者说是我 是没有被这个女鬼找到的 一次次的都结束 在女鬼的消失在走廊的恐怖走路上 我会被一股莫名的窒息感憋醒 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个梦眼为什么会一直缠绕着我 那现在梦里的我被找到了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半夜 一个男人在洗手盆前 不停地刷着衣服上的领口 一块血色的污渍 任凭他怎么洗刷都洗不干净 他的眼泪不要前世地从眼角飙出 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 为什么 为什么洗不干净 马上他就要来了 声音因为害怕 就像从喉咙边挤出来一样 扭曲而嘶哑 支呀 繁锁着的房门 在这一刻悄悄地打开了 一张苍白而清朽的脸 从门后闪现一下 嘴巴夸张地笑着 好像遇见了什么 特别开心的事情一样 房间里响起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片刻之后 不 一声惨叫从这个男人的房间响起 房间的灯 在他发出惨叫声后突然关闭 哼 众物落地的声音 突如其来的恐怖声响 吓醒了很多正在深睡的人 时间回到三天前的凌晨 男人正从地下车库停好车 带着一脸满足的笑意 就像偷盗鱼的猫一样 显然 昨天晚上他得到了什么满足 嘿 晚上那个妞真有滋味 想不到还是我大学同届的同学 凌晨的地下车库很是昏暗 只有几盏幼暗的灯光远远的亮着 整个环境拥有几分阴森的味道 男人显然早已习惯了 这个时候出现在地下车库 因此他根本毫不在意 而是低着头哼个小曲 一步一步向电梯口走去 突然间 他背后响起了一阵女生的笑声 男人脸上的神色猛然一惊 马上回头看向身后 什么都没有 男人脸上的笑意没有了 他很清楚 自己根本没有听错 他将藏在脖子灵口里面的观音像掏了出来 嘴里不停地念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边快步向电梯间走去 显然他的运气不错 电梯这时候正好停在一楼 叮 电梯门开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 所以电梯里面自然没有人 男人立刻走进电梯 不停地按着关门键 正当电梯门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缝隙时 一个如同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一样 充满着灵异的笑声猛然响起 人本满是金句之色低着头的男人 猛然间抬头 顿时吓得他一个猎切 差点摊坐在电梯里面 只见即将关闭的电梯门的缝隙里面出现了一个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电梯里面的他 是他 男人脸上的汗一下冒了出来 不停地按着关门键 电梯门好在没有打开 开始向上运行 一个怪异而恐怖的声音在电梯外面响起 好像有人在用指甲在光滑的电梯门上用力地滑动一样 电梯很快到了一楼 男人就逃命似的从电梯里面冲了出来 哎哟 他不小心跟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 女人的双手因为惊吓直接抓住男人的领口 把他也拉倒在地 这个时候可不是享受艳福的时候 他忙不迭说着对不起 很快就站了起来 被他撞倒的女人没说什么 只是低着头 向另外一扇向下的电梯门走去 男人有些呆呆地看着这个什么话也不说的女人 直到电梯关门前 这个女人突然抬头 露出一副长期睡眠不足 一脸憔悴的脸笑着说 三天内你能洗干净你的衣服 他就不会再来找你 男人这才发现 他穿的衬衣领口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满了血迹 最要命的是 他带了三年多的余观音也不见了 他正要走向女人坐的电梯追进去 下一秒他立刻僵住了 这个女人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高跟鞋 长得一脸清秀的女生 正对着他笑 已经快咽气的男人躺在地上 眼中满是不甘于恐惧 背后的鲜血如同他影子一样冒出 他的一只脚 一个诡异的角度折断着 而我则站在这栋楼的衣楼门前 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笑了笑 转身向小区外面走去 现在我已经知道 于小神和这个女生为什么缠着我了 而我也突然之间认出了这个男人是谁 他就是三年前那个跳楼女生的男朋友 我慢慢地走在偏僻的道路上 手上扯着吊坠绳子的一端 正摇晃着的预观音 路灯的光晕照在我身上 荡漾出我身后的三个影子 小夏 快来救我 独自在寝室睡觉的我 被一通电话吵醒 怎么了 你不是跟男友约会去了吗 别开玩笑了 来电的是我寝室的闺蜜小源 说吧我就挂断了电话 准备继续睡觉 可这时忽然有人敲起了宿舍门 顿时我被吓得一击灵 不耐烦地下床 谁呀 大半夜的 是我呀 小源 我有点迟疑 刚刚小源不是还跟我打电话 让我去救他吗 走到门口 透过门缝 我发现门外的人确实是小源 就打开门让他进来了 随后我一脸怨气地说 你这大半夜的搞啥恶作剧呢 下次这样我真生气了 我本以为小源会跟我解释点什么 但他好似没听到一样 转头我就宰倒了床上 小源你咋啦 跟男朋友吵架啦 突然 我的手机震动起来 是小源发来的短信 那个游戏是真的 我回不去了 我男朋友也不见了 我现在躲在教学楼十楼的卫生间里 小夏 快来救我 看完短信 我瞬间打了个冷战 短信里小源说 他在教学楼卫生间 那此刻躺在床上的是谁 我转头看向床上的小源 他现在整个人蜷缩在被窝里 根本看不到脸 而且一动不动 很是诡异 我越想越害怕 往旁边退了两步 为了验证哪个是真的小源 我决定拨通小源的电话 只听到电话那头语气很焦急 小夏这次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没骗你 我躲在厕所里 不信我给你拍照看一下 没过一会儿 我收到了小源的照片 照片里的小源确实在厕所里 并且眼神惊恐无助 我咽了口口水 直到这时 我才确定了这不是恶作剧 相对于床上躺着的小源 我更加相信变化里的才是真的小源 于是我亲手亲脚的往门口走去 正当我准备开门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诡异的声音 你要去哪 我惊恐的回过头 只见床上的那个小源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起来 面带诡异的笑 一步一步的朝我走来 顿时我吓得惊慌失措 眼看他逐渐向我逼近 终于我猛的一下将门拽开 逃出来后 我迅速藏在了楼梯的拐角 惶恐的往后张望 结果等了一会儿 也没见到那个假的小源出来 我没敢再回寝室 为了搞明白这件事 我决定先去教学楼找到真正的小源 按照短信里的内容 我来到了教学楼十楼的卫生间 刚走进去 就看到窗口处有一个黑色的身影 我朝他喊了好几声 都没见他回话 我硬着头皮上前拍了他一下 回头一看才发现是宝吉阿姨 哎呀妈 你这小姑娘吓死我了 大半夜的不睡觉 瞎溜达啥 看不见我正带着耳机听歌吗 阿姨 你有没有看到刚刚有人在这里 哪来的人 我自己在这待了好久了 我半信半疑的检查了一下每个坑位 发现里面确实都没有人 顿时我就纳闷了 难不成他躲到南厕所了 惑于心切 我直接钻进了南厕所 但很奇怪的是 南厕所也没有小源的身影 无奈下 我走出厕所 给小源打电话过去 小源 我现在就在教学楼十楼卫生间 我怎么没找到你 不会呀 我就在厕所 我刚刚还听见你在外面喊我呢 我没喊你呀 怎么可能 你没喊我 怎么外面那个喊我的人声音跟你一模一样 听到这 我瞬间毛骨悚然 难不成他看到的那个是假的我 就像我刚刚在寝室看到的他一样 就在这时 小源的电话突然挂断了 瞬间 我想起来了 难道这诡异的一切都是那个游戏引起的 这个诡异的游戏要从几天前说起 那天 小源邀请我和他男友一起去玩一个电梯游戏 我不想做他俩的电灯泡 索性放弃了去玩的念头 所以只有他俩去玩了这个游戏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游戏竟然是真的 我慌忙搜索了下这个电梯游戏 结果真的被他的危险性吓到了 游戏规则大致是 首先找一栋至少十层的电梯楼 然后按照四楼 六楼 二楼 十楼 五楼的顺序乘坐电梯 当电梯到达五楼时 会进来一个女人 但切记千万不要看她脸 也不要和她说话 更不要跑出电梯 否则后果很危险 然后在这时按下一楼按钮 但这时电梯却不会下降 而是会直接升到十楼 等电梯门一打开就赶紧跑出去 此时的女人会问你去哪 千万不要回头 不要理她 立刻走出电梯 这样就会顺利进入一世界 如果想回到原来的世界 就需要重复操作一遍来时的步骤 当最后按下一楼按钮时 如果电梯正常下降 就说明正在返回原来的世界 看完游戏规则 我瞬间明白了之前 为什么在厕所看不到小圆 但是以至此 作为好闺蜜的我 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 去一世界把小圆救回来 随后 我一个人来到了教学楼 漆黑的一楼电梯口 你听过电梯游戏吗 听说这是去往 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而我最好的闺蜜小圆 正是因为玩了这个游戏 被困在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我正准备去救她 我一个人来到了教学楼 漆黑的一楼电梯口 按步骤 先按了去往四楼的按钮 电梯来到了空荡荡的四楼 很快关上了电梯门 我继续按步骤操作着 就这样电梯到达了十楼 终于接下来要去五楼 我内心不由地紧张起来 心想会进来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随着钉的一声 电梯到达了五楼 只见门缓缓打开 等了好久也没见人进来 我下意识就对这个游戏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心里默念着对小圆的歉意 就这样 电梯门缓缓关上了 可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刹呢 在那手的阻挡 电梯门也缓缓打开 我慌忙把头低了下去 断眯着眼 只见走进来的那女人身穿连衣裙 且有着一双惨白的腿 随即那女人忽然问了句 你要去哪 刚准备回话的我 突然想起了帖子的内容 千万不要和她说话 我始终保持着沉默 可就这时 她忽然朝我走了过来 渐渐地跟我挨在了一块 好奇的我极度想看下她要干嘛 就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 此时我才看到她的脸庞完全被长发遮住 就像电影里的真子 搭配昏暗的电梯灯光 那氛围恐怖极了 突然我想到了帖子的内容 就吓得赶紧又闭上眼睛 心想接下来肯定要完了 但奇怪的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没见那女人攻击我 也没有听见她的声音 就这样 我慢慢地移动到了电梯按钮处 按了一楼 电梯开始往上升了 按帖子里的说法 此刻我正在进入一时界 终于 电梯升到了十楼 还没等电梯门完全打开 我就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可我刚迈出电梯一步 一只冰冷的手搭在了我肩膀上 你要去哪 来不及多想 我一把推开了她 我慌忙从中跑了出来 当电梯门完全关上了那一刻 电梯里却传来了一阵阴森的笑声 我也没有在意 就着急地往厕所方向跑 可来到厕所后 我找遍了每个坑位 仍没有发现小元 正当我纳闷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小夏 原来你在这 这声音很明显是小元 我兴奋地回头一看 果然是她 就忍不住要上前去给她个拥抱 但正当我想过去时 忽然手机响了 电话竟然是小元打来的 电话那头的小元很焦急 小夏 你来了没有 瞬间我陷入了恐惧中 那眼前的这个小元是怎么回事 现实世界的那个小元又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眼前的小元就冲我笑着走来 我吓得慌忙逃出厕所 当我刚出厕所时 忽然撞到了一个人 定机一看 正是小元 此时我也分辨不出真假 就扒开她继续往前跑 可刚跑出去没几步 就听到后面传来了打斗声 回头一看 才发现两个小元扭打起来 只见一个小元手持拖把 朝着另一个小元打去 但那个小元好像若无其事一样 这时 手持拖把的小元忽然回头对我说 别看热闹了 小夏快来帮我 我瞬间意识到 这个手持拖把的小元才是真的 终于 在我和小元的努力下 顽强的假小元还是倒了下去 小元见我累得气喘吁吁 就问道 小夏你没事吧 唉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危险 就不该让你也过来的 对不起了 没事 找到你就好 拥抱后彼此心中的恐惧 逐渐退散了不少 回到异识界的宿舍后 小元就和我说起了遭遇 异识界太危险了 咱们还是趁早离开着吧 万一那个假小元醒了 咱们怕是都活不成 不会吧 他应该短时间醒不了 你可别忘了 这个异识界还有另一个我呢 他要是也突然回来了 咱俩也危险 放心吧 他现在也睡得正香呢 难道你已经遇到了 异识界的我了 他点了点头 对了 你男朋友小帅呢 不是跟你一块来了吗 说到这儿 只见小元叹了一口气 突然哭了出来 原来 当小元和他男友 乘电梯到达五层时 那女人就上了电梯 从他进电梯的那一刻起 小元二人就明显 感觉到阴冷了许多 小帅吓得紧紧贴在电梯边缘 紧接着 电梯很快来到了十楼 忽然小帅一把 将小元推向了那女人 自己飞快地跑出了电梯 那女人将头紧紧贴近小元 说了句你要去哪 小元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惊慌的他连滚带爬地 终于逃出了电梯 一直跑到走廊厕所 才停了下来 那女人也没有追上来 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 顺利逃脱感到庆幸 反而因为小帅的抛弃 觉得很寒心 于是他就准备 自己一个人回到原来的世界 但走了一半才忽然想到 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游戏当回事 所以并不知道回去的方法 无奈的他只能 悄悄地躲进厕所里 准备搜索夏回去的方法 但因为这里是异时界 所以根本上不了网 这才尝试着给我打电话 但幸运的是真的打通了 可没过多久 他却听到了厕所门外 有人喊自己 那声音很明显是我的 但小元知道 真正的我此刻 还在原来的世界 眼前的小夏绝对是异时界的 就没敢回应 可门外的小夏 正一个个门找过来 最后还是开到了小元 锁在坑位的门 小元在惊吓之余 拿起了旁边的扫把 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后 贾小夏倒了下去 为防止被异时界其他人发现 小元就拖着异时界 藏在了楼道 恰巧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厕所的声音 再然后就碰到了我 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随后我俩便来到了电梯口 准备回到原来的世界 按照帖子上的方法 我们按步骤操作着 可当经过八楼时 却从电梯外传来了吼叫声 那声音很明显是异时界的 贾小夏发出的 看来他醒了 当电梯来到十楼后 门刚一打开 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正是小帅 小元见后顿时一惊 正想说话却忽然把脸转过去 但眼前的小帅却甚是狼狈 可能小元出于怜悯 竟然走了过去安慰起小帅 可小帅突然惊恐地盯着电梯门 慌忙说 快快关上电梯 我就赶紧关上了电梯门 接着来到了五楼 心想着终于又到了惊心动魄的时刻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我们心跳不断加快 我再三嘱咐小元他们 电梯开门后 千万不要看那女人 更不要和她说话 但电梯门开后 等了些许还没见有人上来 我就慌忙按起了关门按钮 但此时门好似失灵了 我努力地按着 但门仍然没关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吹来了一阵冷风 我们猛地一哆嗦 随后我隐约看到有个穿红衣的女子 正快速地朝这边飘来 眼看的女人越来越近 此时的我心中百般无奈 寻思这下绝对完了 可正这时 忽然小帅的手伸过来 按上了关门按钮 门竟然奇迹般地关上了 门外那女人刚准备进来 就被卡在了门外 这时电梯显示正在下降 由此可见 我们正在返回原来世界的路上 小夏 我们现在这是要回去了吗 应该是 你们记住 等到了一楼电梯门打开时 咱们要立马就冲出去 千万别停留 终于门开了 我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现实世界 只是 让我不理解的是 小元最后还是和小帅和好了 但我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